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相思开拍 杨子为什么会接这部剧 三个男演员名气都不高 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杀青 很多网友都想看杨子和肖战二搭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他们二搭的概率非常小 因为他们都接到新资源 目前杨子正在拍摄长相思 但看到演员阵容后 网友们都非常好奇 杨子为什么会接这部剧 因为搭戏的三个男演员人气都不高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长相思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故事发生在上古时期 流落大荒的高薪王姬九瑶小妖 历经百年颠沛流离后 他不仅失去原本的身份 还失去容貌 只能暂时在清水镇落脚 成为文小六 而小妖的表哥 虽然与他处境相似 却依旧没放弃寻找他 在清水镇生活的过程中 文小六意外救下青秋公子屠山景 通过不断的相处 他们二人互生情愫 随着危险的到来 文小六又与九头腰相柳相似 并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历经无数磨难后 文小六终于和表哥重逢 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表哥恢复王姬的身份 最终选择以徒山景退隐江湖 过上平凡人的生活 长相思刚传出开拍的消息后 网上就传出主演名单 三位男演员分别是 张婉逸 邓卫 谭剑刺 看到这份名单后 部分网友忍不住问 前两位男明星是谁 我知道谭剑刺 还是因为追光吧哥哥 因为男演员的阵容 很多网友也开始怀疑网赚名单的真实性 毕竟杨子是一线演员 与他搭戏的男演员必定会有些名气 在这部剧中 谭剑刺是特别出演 张婉逸饰演的是枪玄 也就是女主的表哥 邓卫饰演的是图山景 是女主真正喜欢的人 从官方发出的消息上看 网上传出的主演阵容非常真实 可是这确定不会出现一代三的情况吗 正因如此 网友们都非常好奇 杨子杰这部剧的原因 《长相思》是根据热门小说改编的作品 它是一部大IP剧 除了原著小说非常精彩外 这部剧的班底也很不错 导演是秦珍 她的代表作《梁辰美景好时光》和《双城》 编剧是童华和王丽芝 童华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编剧 还是一名优秀的作家 代表作品《步步惊心》 王丽芝是非常著名的编剧 代表主品《步步惊心》和《青秋湖传说》 这部剧的造型是陈童勋 它是电影《猫妖传》的造型设计 而它这部电影荣获第一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 最佳造型设计奖 美术指导是邵昌勇 她担任过《狼牙绑伪装者》等多部热播剧的美术指导 从制作班底上看《长相思》 必定会是一部高质量的作品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谭剑刺的人气要比张婉毅和邓魏高 但如果谭剑刺没有新剧播出 我们也没发现这位宝藏小哥哥 如今 谭剑刺接下《长相思》 不仅给自己带来热度 更给这部剧带来热度 张婉毅和邓魏高的人气比较低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两位演员的演技不好 他们在没被大众熟之前 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品和人物 只不过关注度比较低 如今与杨子合作 相信这部剧播出后 人气和热度会更上一层楼 《长相思》的主演阵容已确定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这部剧杀青 然后开播 最终的收视率小编无法预测 但小编可以确定的是 这部剧的演员们颜值全部在线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